一,红枣的药用价值,以性味归精,性味,感,归精,入皮,味精。 二,功效,红枣功效在于补中益气,养血安神,常可以用于下面几种情况,体味虚弱,食尚变糖,倦怠乏力,气血不足,心气争冲,同时,红枣还可以管和净烈人物的毒性。 三,红枣泡水喝的作用,以养血补血,红枣具有养血补血的作用,从中医角度来说,尝试红枣能够补养身体,脊润气血,而从现代表力来看,红枣能够促进人体造血,所以对于贫血的人是很适合的。 二,美容,红枣因为可以养血,泡水喝可以令面色红润。 另外,红枣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环瓶酸血感,对于促进肌肤细胞的代谢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常常泡水喝对于美白屈肝也有一定的作用,是和女性朋友。 三级高免利力,从现代料理方面来说,那枣中含有大量的糖热物质,维生素C和黄素,酷萝卜素等成分,对于促进白细胞的生成有一定的作用。 同时,还可以吸消免利力,四,缓解失眠,红枣能够养去安神。 研究表明,大枣中的黄虫双葡萄糖肝就具有镇静,催眠的作用。 如果经常失眠的话,不妨晚上泡一杯红枣茶。 二,红枣的药用禁忌,禁忌一,这几位人群不适合吃红枣。 首先,糖尿病的人是不适合吃红枣的,因为红枣中含有丰富的糖类物质,吃了容易导致血糖上升,不利于病情恢复的。 其次,如果体内燥热的话,也是不适合的,因为红枣性温,这时候吃了容易火上添油。 另外,枣皮纤维含量比较高,如果吃的时候,一定要充分咀嚼,不然容易影响到消化。 肠胃到不好的人特别注意,不要吃太多。 第二,红枣不宜吃太多,虽然红枣的好处有很多,凡事适可而止,红枣也是不能吃太多的,因为如果一次性吃太多的话,容易导致胀气的情况出现。 所以,大家最好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红枣的。 三,红枣的使用小技巧。 一,如何挑选红枣,首先看颜色,一般来说,红枣好的颜色紫红,偏暗一些,同时颜色比较均匀,又光泽。 其次,看外形,好的红枣外形均匀,表面的皱纹细显。 再次,看切面,如果品质比较好,大多数是切面比较整齐,总和较小。 最后,可以尝味道,优卷红枣尝起来是香甜的,口感较好没有咋味,同时,枣肉细腻不沾牙。 二,食疗方法,红枣只可吻沸汤。 材料,银耳20克,红枣20克,冰糖适量。 做法,先把银耳放在清水中发开,去底头,撕成小块备用,后将银耳,红枣,冰糖一起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。 先用五火煮开,后盖门火煮半个小时即可。 功效,只可论费。 康埃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的吃味知识,帮您识破健康调言,走出用料不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ser计划